科学家发现第二个地球 与地球几乎一模一样 科学家却在担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地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但是随着各国的快速发展 地球上的资源正在一点一点耗尽 为此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寻找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为日后地球出现问题做打算 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第二地球 据了解 美国发现的这颗星球的体积比地球大得多 而且所存在的时间 可能比地球还要长 科学家们将新地球命名为开谱了452b 这颗星球距离地球比较远 大约有1400光年 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 科学家们确实十分担忧 因为它的体积几乎比地球大了60% 而且上面有水和大气层与地球的相似度 高达98% 由于目前的技术有限 根本没有办法看清这个星球的真实情况 但是科学家们经过推测发现 这个星球上可能存在着 比我们更为先进的外星文明 这不免让科学家们十分担忧 如果真的存在更高阶的文明 可能会对地球造成未知的危险 其实科学家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如今科技有限深入探索的话 可能真的会引起外星文明的主意 对此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